再来关心乌尔战争爆发 台湾的义务疫情也受到关注 曾任国防部长的退辅会主委冯士宽 他今天出席活动的时候 被问到兵役问题 他强调过去是因为裁军的关系 很多宿舍都荒废了 假如要延长疫情 就必须考虑到营区的营舍 还有训练人员的来源 我们讲延长好像很简单 半年变一年 一年变两年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的基地 因为裁员的关系 有很多的宿舍都荒废 或者把它打掉了 人员也裁掉了 假如我们突然间增兵了 或者延长服役了 我们都还要再考量 我们这些训练他们的人员 从哪里来 成立什么样的单位 冯氏宽也强调随着乌尔战争的开打 让我国的全民意识增强 全民都要戒备防范最坏的状况发生 那相信国防部长邱国正会做出最好的决策 而冯氏宽在春节期间廉价的时候 因为心脏衰竭 并发肺水肿住院 冯氏宽表示他之前都是喝生水洗冷水澡 后来出院之后就遵从医师的建议 不喝酒少吃油腻的食物来保持他的身体健康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